下個禮拜天 也就是 5 月 12 日 是今年南丁格爾的國際護師節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第 8 屆南丁格爾獎的頒獎典禮 能夠當面恭喜各位得獎人 也感謝所有護理人員的貢獻 這 3 年來 我們一直努力在建構 更方便普及的健康照護環境 除了在全國推動我們的長照 2.0 從去年開始 衛福部也分別針對原鄉和離島 行動十大行動計畫 來強化在地的醫療跟預防資源 我要再次謝謝各位的付出 讓政府更能有效地落實政策 我知道 在各種醫療跟健康照護的場域中 醫護人員在醫事人力中都佔一半以上 因此 為了達成全民健康覆蓋的目標 護理人員絕對是重要的關鍵 過去這幾年 政府已經透過一些做法 改善護理職業的環境 像是護病筆納入醫院評鑑 護病筆聯動健保支付 護病筆每月公開 護病筆入法 以及建立職場匿名爭議通報平台等制度 直到去年底 職業中的護理人員已經有近17萬人 空缺率也首度降到4.5% 今年 我們也首次將 每年一次專科護理的增審增加為兩次 希望讓已經準備好的護理師 在專業進階的過程中 可以更加的順利 最後 我要再次恭喜各位護理夥伴獲獎 未來 政府在施政上也會持續檢討改進 讓護理人員的權益更有保障 預祝大家護師節快樂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